225 《經濟日報》 工業電腦封電前境界 2015年7月15日市場默動 C.2 消費中 德性安聯台灣智慧趨勢基金經理人 盤世分析希臘債務危機暫時緩解的正面消息激勵下 歐美股市週一普遍收紅 台股營受到6股下跌影響 週二開高後一路震盪走低 中場加權指數小幅上漲7點 收在9041點 成交量約107億元 各類股表現中 以水泥類最佳 漲1.7% 其次依序為數交流的1.4% 與光電的0.9% 投資建議近期國際股市皆反映市場的不確定性 預計國際離空淡化後 資金有機會回流台股 因此現階段應採取選股代替選市 成長優於價值的投資策略 由下而上挑選個股 視機逢低分批佈局 在工業四時代下 工業電腦 自動化 機器人等族群 中場線持續看好 至於全產 中國政府的風能目標目前定在2020年總裝機兩達200GW 但按照官方裝機批准量與高壓電網的部件速度 長期目標仍有上橋可能性 加上全球風電恢復成長動能 封電族群前景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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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多史耳部電供封電族群錯綠星 封電族群因斯 Karl